三个月后,世子纷纷返回岳阳写策论,孝公问及魏央,却只有其回味的传闻,很是失望。 景监为此大骂魏央骗子,正在家中发火生闷气的时候,跋山涉水走遍秦国的魏央,又黑又瘦又脏的归来,景监都认不出来了大喜过望的抱头痛饮秦国老不久。 孝公也因为魏央的离开,父亲要自学解决治国问题,长使公孙谷劝其不能势必攻亲,孝公酸溜溜地说,人家大财看不上咱秦国,我能不势必攻亲吗? 这时景监来报,魏央回来了,他回魏国,那是有人蓄意造谣,现在他发烧了,正在他朋友侯赢家隔离。 孝公很是激动,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。 魏央并遇见到孝公,孝公出门相迎,魏央却毫不客气。 为魏央设置专场答辩,可他却侃侃而谈,王道之迂腐理论。 众人唏嘘,景监诧异,孝公失望。 景监气坏了,你魏央说的那是什么玩意儿? 魏央请景监再约孝公,景监只能再信他一回。 众狮子抄抄魏央能面军,我等为何不能大敢不公? 孝公来到昭仙馆,承诺以待魏央同等礼节待大家。 众狮子纷纷承上策论,田长承上,秦国恶政时辰。 细数秦国十大恶政,当众宣读以戏孝公。 由如当面打脸,孝公却谦逊接受。 田长说,你不杀我,我们就走了。 做秦国的官也没啥意思,并鼓动大家一起离开。 孝公说,说秦国不是的人可敬,瞧不起秦国的人可恶。 你们能公然说出秦国的不是,也应当有胆略,坦荡,治理秦国。 怎么能说没意思呢? 请留下吧,十天之内,确定岗位怎么样。 田长此时对孝公的胸襟万分敬佩,以死明治。 孝公对大家讲,不要被田长的激烈行为干扰了抉择。 想留,咱们就同舟共济,想走,我就送钱,送车。 欢迎十年以后,再来秦国看看。 十年之后,赶请诸位先生重邀秦国。 假若秦国一战贫入,赢曲良当父亲请罪于天下。 警官告诉孝公,魏秦回魏国的谣言,出自甘龙杜志之流。 孝公照命,甘龙超辞田长葬礼。 杜志窃喜,连魏秦都没动静了,怕招仙要白费了。 连那个神秘兮兮的魏秦都念了,还会有能忍。 甘龙却说, 只怕王道之说,未必是魏秦的真面目哟。 孝公二见魏秦,魏秦大谈孔子仁正治国,孝公拂袖而去。 景监怒不可遏,魏秦哈哈一笑,到如今成功了一半了。 给景监打了个比方, 魏秦敢问,今一人怀揣稀释真品,该当如何寻找失货买主? 公事货品,如是开价? 若货主不失货呢? 继续公事。 大凡稀释真奇,绝不轻易识人。 首先,要选准目光如炬的失货者,而试探买家的秘诀,先是烈货,后处真奇。 憎恶烈货的人才会渴求真奇。 景监兄啊,对我还有信心吗? 景监答应,只能再硬着头皮,安排最后一次。 到底校公还会不会见? 若见了,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? 且听下回分解。 本集完,欢迎大家订阅评论。